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邀请到了台股彭于燕 来振奋一下我们的精神 因为今天台股大跌 我们需要有人来帮我们加油打气 欢迎台股彭于燕 就是林玉凯分析师 各位好 各位同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燕 没有 我是玉凯 整个三月份的焦点都在讨论 就是高殖利绿股 我们来看到今天凯哥带给大家的专题是 台股发现金龙 高殖利绿股高贵不贵 全方位的作战冬月登场了 邀请凯哥帮我们来做个说明 有请凯哥 谢谢四位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其实最近当然整个市场上 最夯的议题就是高殖利率股 是的 可是投资高殖利率股 我不能讲地雷 是有很多美美高高需要注意的 不就是买的就现赚股利吗 大家都是这样子想 不尽然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提醒大家 买高殖利率股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 进入下一页了 OK 这些是凯哥帮大家整理的重点提醒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的 那高殖利率股这边重点提醒 第一点 你是要鼓励还是要价差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对 当然 如果可以两个都要是最好 所以其实在进场的当下 我们要先确定 我们到底是要 因为它的殖利率很高 去做所谓的长期投资 还是我们只是想要 蹭一下市场的热度 就是说 最近好像高殖利率股最会涨 我来算一下短线价差 其实这个是有分别的 可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你是基于 高殖利率的原因而去买进 你应该是要 以长线投资为一个主要的考量 其实这个投资的方向 跟选股的逻辑才会是正确的 是 好 第二大点 你是否是高税率族群 这个我钱赚太少了 所以我一下想不到 到底税率是多少 是30%吗 其实如果是30%以上 就算是高税率族群了 好 这个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股利是可以并入 我们的个人所得的 是 对 其实目前的股利 计税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完全并入所得 就一起算 对 假设说今天我的股利 假设是最高 最高几句40% 我的股利也要算40% 那就买了 因为假设今天 我的殖利率是10% 我就马上要扣掉4% 那就不划算了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也可以跟我原本的所得 去做分离计税 对 可是这样子的方式 大概也是要算28% 对 分离计税的话就是28% 对 那大概也是 超过1%以上了 对 所以其实完全不划算 今天假设我的殖利率 原本有8% 可是扣完之后 我可能剩6%都不到 对 所以你要去衡量这件事 你是否是高税率族群 你去投资高殖利率 到底划不划算 要去详细的计算一下 就28%或40% 甚至30% 应该说啦 现在大家如果你是高税率族群 你一定会选择28% 对 那所以说其实 如果你本身是高收入的族群的话 其实去投资高殖利率股 到底对你划不划算 对 你要去思考这件事 好的 另外你选择的股票获利稳定吗 这什么意思啊 好的 那我们就要来看到 下面这个新闻了 好 对 我相信杨明跟长荣 这两天都是新闻很大嘛 是 好 那我们看一下杨明 杨明会配息20块 殖利率15% 哇 很好啊 全市场嗨爆 对啊 15%天哪 这个是定存的十来倍啊 对 可是呢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吗 对 来 我们来看到第二段 有一段红字的重点 它终结10年 没办法发放鼓励的情况 很好 就是寒窗10年 不就是为了现在一招扬眉吐气吗 对 那有没有可能我现在买下去 OK 我配了一次20块 很爽 对 就只有爽一年 对 假设说今年的杨明 没有这么赚钱了 明年的杨明又开始亏钱了 哇 那你这个买下去 我们刚刚讲了 你要基于是长线投资的前提 再来做这件事情 那你做这件事情 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所以因为航运股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去年2021年的营收 特别特别的旺 它之前并没有哦 所以你看杨明前面10年 它都没有发放鼓励 所以它不是每年稳定获利型的 对 那它是比较偏向于 景气循环股的部分 那这种没有稳定配息的 其实原则上就不会是首选了 OK 好 那我们再跳回到上一页 好 好 那第四点 你选择的股票配息大方吗 我们说有一些女星 她可能嫁入豪门 对 很有钱哦 她老公什么几家公司 结果每个月家用只给3万块 也太少了啦 然后每个月还要自己出去接戏啊 接通告什么的 然后赚自己的生活费 那就很可怜了 然后苦在心里 然后又不能够说出来 风光在外面 然后自己那个下榔金苏下榔灾 好 那其实股票也是一样 有一些企业 它可能是家族企业的色彩比较重的 今天可能也许我赚了10块钱 可是我只愿意配3块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把现金留在公司 对 我不想跟所有的股东去做分享 那这种的股票 其实原则上也不会是一个太好的选择 所以你选的这个公司要够大方 愿意跟股东们来分享今年的获利所 是的 没有错 好 那第五个呢 只是媒体说的殖利率不重要 你的成本才重要是什么意思啊 好 因为其实很多同志朋友 他在挑选所谓的高殖利率股的时候 他会去参考可能一些新闻媒体啊 或者说以往的一些经验 其实很多的财经网站都会去做整理 是 历年殖利率多少 那其实有些投资朋友他很好玩 他也许找了一档股票 他说每年殖利率都有6% 7%欸 很好 对 然后他就说好 那我就要买它了 结果今年这档股票特别飙 等于说他的入手价格非常高 那虽然说他一样每年都有配息 一个很稳定的配息的固定的数字 可是问题是因为他今年的入手价格非常高 变成他的殖利率其实实际上也许只有3% 对 因为今年也许股价飙了一倍嘛 你去年买是6%没有错啊 今年股价飙一倍变3%啦 所以说其实媒体说的殖利率不重要 你进场的成本那才是重要 对 好 了解 所以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千万不要赚了股利 但是赔了价差 甚至其实可能从头到尾一点都不划算 是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阳明 你要配息20元 下面则是凯哥帮大家精选的四大高值利率的基优股 最近这五年配息的状况 来看到这四档分别是华固、至上、神机跟樱花 凯哥我可以说实话吗 我真的对他们一点都不熟 但是他们是不是默默在赚钱 而且对股东照顾很好 是的 没有错 这种就是默默的基优股的好能人 对 我跟大家讲这一集叫做不藏私分享 因为我自己选股我都是从里面找的 对 完全不藏私 我跟其他的分析是不一样 好 所以你不要去看市面上 大家都在讲什么金融股、航运股之类的 请你要找到这种货增价实的高值率率股 没错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到是左上角的华固的部分 华固是做建设 没有错 那当然他也是在业界非常有名的一个龙头的建商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华固的其实获利也算稳定 大概只有2018年稍微差一点点而已 其实从2019年开始 每年的这个EPS都有到10块钱以上 对 那当然他也算大方 因为赚了7块多配5块多 赚了3块多他还是配5块 对 2019年赚11块配7块 2020年赚10块配7块 那当然今年度他还没有公布 可是我相信以去年已经赚了有10块半的水准 今年的配型应该也不会少于7块 对 那我们先用7块来做计算好了 看到华固今天的收盘价是90.4元 那你把7块钱除以90.4 它的殖利率高达7.7% 对 其实非常漂亮 7个百分点就非常漂亮 对啊 谁还管他股价一直都是平的 所以这个就直接货真价实赚进来了 对不对 也不用担心价差的事情 没有错 而且其实我们来讲一般的建设公司的股票 其实有些是很平稳 有些是波动很大的 其实这个时候在建商反而我们会喜欢这种走势比较平稳的 对 因为再加上说其实华固它本身在业界的风平非常好 它盖的房子其实品质也非常有保障 所以其实它是一家稳健经营的建设公司 对 那股价也不会暴涨暴跌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首选的标的 好 这是华固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左下角的智商 智商是国内主要从事有关于电子的相关零组件的代理总经销 仅次于大联大跟文业 对 那我们来看到智商的一个鼓励跟它的配息 好的 那从2017年开始我们来看一下 平均每年都有赚将近3块多到5块多的一个水准 而且2021年是到第三季为止就已经有5块4了 今年应该大概到7块钱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就是它前三季已经赚赢前年一整年了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对 然后再加上说它确实也算大方嘛 赚3块9的时候可以配2块8 3块8的时候也配3块 依照这个配息率来看的话 今年其实应该要配个4-5块我相信都不是问题 是的 但是我跟你讲 阿沙利一点我们就算3块就好了 算3块就好了 好 算3块的话直接去除3除以51的收盘价的话 它的殖利率来到了5.8% 是 其实也还算不错 还不错 通常5个百分点以上我们都会觉得还不错 所以5个百分点算高殖利率的意思 就算高殖利率了 对 那以至上这张股票的话 因为其实刚刚施委有介绍过 它是仅次于大连大跟文业 国内第三大的IC通路商 可是其实就这三家公司下去评比的话 其实至上的殖利率是更高的 对 所以我首推至上 而且至上的整个股价的走势是趋势现象上的 是的 没有错 好 在至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右上角的神机 神机可能大家对它比较不熟 但是凯哥刚私底下跟我讲说神机做的是一些 强固型电脑 国防型电脑的意思 国防电脑或商业电脑 就不是一般个人使用的那种 好 感觉是神盾局用的 可能他也是跟他买的 好 神机的佩席鼓励已经出来了 对 已经出来了 对 那他因为去年大赚7块2 那今年其实佩席没有到太大方 他大概都是维持差不多这样子的水准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配息跟2020年是一样的 也大概是在3.59元 可是尽管他在3.59元 因为他的股性也不是说会暴涨暴跌的 所以说其实他虽然现阶段仍然是一个 持续往上的多头格局 但是股价没有暴冲的太离谱 OK 好 所以如果我们用3.59除以 今天的收盘价56.1的话 他的殖利率高达6.4% 对 其实也相当漂亮 对 那其实神机的话我再补充一点 因为其实刚刚是我有讲到国防电脑 对 所以其实他是最近乌俄战争当中 也算是相对的受惠股 难怪 因为我看到他怎么从3月突然爆出一个成交量 对 其实以近期走势来讲的话 他算是还蛮抗跌的 今天也才跌一个百分点 而且还是在月线之上嘛 对不对 是的 记线之上了 藍色对 记线之上 对 记线之上 好 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这是神机的部分 最后一档我们来看到是右下角的樱花 当然你会想到就是热水器了 是的 Sakura就是我们国内的厨具跟卫浴的大厂樱花了 尤其最近我刚好对厨具有比较多的研究 我自己家里在装潢 对 我很多东西都是选择樱花的 确实品质也不错 樱花它的获利也很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现在 其实每年都有3块多以上的一个获利水准 2021年应该基本上超过4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配型的部分也很稳定 大概都有2块6以上 这样的一个标准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国内的房地产如果都很好的话 那樱花是不是也会跟着很好 我觉得也是会的 了解 那我们能看到樱花的股价 如果我们用去2020年的配息3.2块来算的话 3.2除以今天收盘价64.4的话 它的殖利率来到了5 达到了它的标准 没错大概也是5%左右 那这档股票我是觉得不用那么急 因为其实前三档股票 大概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可是樱花这档股票 目前看起来是 好像稍微走势上有点点偏空 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其实有时候殖利率的重点在于 你的入手价格 那樱花这种股票既然它现在开始 好像股价感觉要有点点往下走 我们可以等更低的时候再来做承接 你的殖利率反而会更高 OK好 所以以上四档是跟大家分享的 有关于今天我们所讲的高殖利率股 这是领域凯分析师完全不藏私 不藏私 直接跟大家来做分享的 我们非常地谢谢凯哥 谢谢 谢谢书伟